半个月时间,重庆市联合调查组针对当地燃气领域的调查基本结束,最终确认多计多收气费337.9万元,并称燃气表整体质量可靠,后续将继续整改,加强监管。 调查组称,自4月10日以来,发现企业多计多收气费3837件,涉及气量165.89万立方米,涉及金额337.9万元,目前已督促企业轻退处置完毕。 调查组表示,现已接到4万多件投诉举报,对现有及未来投诉举报将有序安排全量核查,全面复盘,互互沟通,应退进退。 同时,前期立案调查的14件案件已终结,拟对相关企业处罚金1200万元,近日诱新立案期见。 不过,针对受到质疑的燃气表质量、计量误差,以及燃气公司远程操控燃气表读数作弊,燃气中掺杂各类气体等问题。 联合调查组称在多方核查后,排除了这些问题存在的可能性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